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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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的《创意世界》 今天《创意世界》要做的是 禮物盒 这个禮物盒是专门为这一棵 圣诞树做的 所以做好以后 可以摆在圣诞树下面 这样刚刚好可以配对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盒子的部分我们要用蓝色的 然后断袋的部分用白色 那如果你要跟我做一样颜色呢 我们会需要46条 蓝色的部分 这个盒子的部分 那断袋的部分需要11条 那彩虹圈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咯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把编织器设置成 这里有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 把红色箭头往上面指 那首先呢 我们拿两条盒子的颜色 从第一到第二 左边 再拿两条 往上排 排六次 四 五 六 那六次排好之后呢 现在你的彩虹编织器上面 看起来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们要排很的 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拿一条彩虹圈 摆在这里 排成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 那排上去之后呢 我们把这一条 往下 拉下来 然后再继续往下排 排倒过来的三角形 往下一直排 排到最下面这里 那最后这一个呢 我们不要排三角形 直接横跨左右就可以了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编织器 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编织的动作 那编织的动作跟一般的 是一样的 从这边进去 把最下面两条搬出来 往上 挂到下一个 然后继续往上勾 这边跑出来 再给它放回去就好了 没关系 然后 然后这样子继续 连到最上面这里 那这边编好之后呢 再回来这里 把中间跟左边的 也一起连上 那 连好之后 再回来看我喔 好 那我们现在三排都连好之后呢 现在你的编织器上面 看起来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把你的彩虹棒 从这边 动动伸进去 然后拿一条彩虹圈 从这边 拉出来 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然后把一边 从另外一边 拉过来 然后往上拉 它就会打一个结 然后一样 从这边 然后右边也是 那这三个全部都打完结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好 那刚拉出来的时候 会长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安全带 把它藏起来 随便在附近找个地方藏起来就好了 不一定要藏在哪里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它包起来 就看不到了 好 那都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对折 好 那对折之后呢 我们要用缎带把它绑起来 今天缎带我们要用白色的 拿三条或四条彩虹圈 然后一样再拿三条或四条 然后从这边 另外一边 那这个盒子做好之后呢 那这个盒子做好之后呢 我们上面 现在要做一个 蝴蝶结 把它绑起来 那蝴蝶结的部分呢 我们拿两条 断带的颜色 放在 编织器上面 然后 拿另外一条 从下面这样穿过来 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在中间这里绑一个结 蝴蝶结 然后往上拉 这样拿出来以后 它就有一个蝴蝶结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蝴蝶结 把它绑在盒子上面 那这样它上面就有一个蝴蝶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点一个赞喔 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在我们新作品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个看到喔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掰